好,各位同学,我们看这边呢,它说甲乙丙呢,三个不容易水的固体 它的质量跟体积主效 那把它丢到水中,哪一个浮力是最小的 那像这种题目呢,因为它不容易水嘛 所以第一个我们要先判断它是成体还是浮体 那要算成体还是浮体,我们就看它的密度 那我们从这边呢,可以发现质量跟体积都给我们了 所以甲的密度就20除以40就等于0.5 乙的密度20除以20就等于1 丙的密度呢,20除以10就等于2 所以从这边就可以发现甲跟乙都是浮体 因为乙的密度虽然是1,所以它可以在水里面任意的流动 所以它也算是浮体 所以因为甲跟乙都是浮体 所以说我们可以发现它的浮体的浮力等于重量 所以从这边我们就可以发现 因为甲的重量是20,所以它的浮力也要是20 你的浮力也是20 因为它的重量也是20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因为丙呢它的密度是2 所以说它是成体 那既然是成体的话,我们就不能用浮力等的重量来看啊 我们就要利用什么来看? 利用它末入水中的体积乘以一体的密度 那我们可以发现呢 它末入水中的体积就是它全部的体积10 那水的密度呢是1 所以10乘以1呢就等于10克重 那我们这边看一下甲的浮力20 乙的浮力20,丙的浮力就10 所以这里面浮力最小的就是丙 1 2 2